说起九品之脉官,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《水师提督之子》常威垂涎秦小莲美色,将其暴力兼淫,事败后杀其夫家十三口以及引发的一系列事情。 这部电影在剧情上充分吸收了周星石的无厘头喜剧,并且开创了周星石又一喜剧经典电影。 但是,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,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有几个场景是被删减的。 那么,今天小编我就给大家说,一下这部电影,里面三个被删减的片段吧。 第一个就是在电影的前期的时候,幼年的包龙星在月亮夏许愿自己做一个清官,专门捉贪官和坏人。 结果在背后的包龙星母亲把狠狠地教训道,你抓啊,抓贪官,怎么大胆跟你老爸作对。 然后,画面一切,他父亲就在屋里面收受贿赂,然后又回到了幼年包龙星这边。 他母亲收拾完他后,离开了,他再次许愿道,我做不了清官了,因为我老爸是个贪官,而且让我也做贪官吧。 第二个就是电影里面,包龙星和包有为一起又回到那间屋子,里面开始调查证据了。 然后,周星石看到了地上的那些画面,说,临死前还可以施展一招,老汉推车。 然后,包龙星接着道,厉害,请受小弟一拜。 包有为也说道,一条大汉。 然后包有为又说道,等一下,叔叔,好像是隔山取火哦。 包龙星认为道,对,隔山取火,总算有点发现。 接着包有为再次说道,我去那里看一下还有没有,一招乞盖做饭。 包龙星却说,还想乞盖做饭,真是学海无涯啊。 第三个就是在电影里面,包龙星莫再提分手这段了。 虽然在电影里面只是小小的一个镜头,就是包有为和莫再讲两人分手的时候,包有为说道,你可别去勾引别的男人。 而莫再讲回道道,不会的,我不会跟别人的了,你也别去泡妞。 包有为说道,我有分寸,切一个。 好啦,最后我认为不管这些上面的片段有没有删掉都好,这部电影都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经典之作,尤其是近些年周星时的作品,让人感觉不到以往的存在感了。 这部电影也是星野少有的经典之作了吧。